蔡卓一和王大陸在日前大方认爱 经常会在网上分享甜蜜日常 而蔡卓一近日飞到韩国旅游 却不小心把陪伴自己多年的玩偶臭臭 医师在分店里 被服务人员当成垃圾丢掉找不回来 让他直接难过大哭 沮丧写下长文表示 失去臭臭如同失去我的亲人一样 出道这么多年来 他飞到各地工作 只要有臭臭在就觉得有归属感 甚至他觉得臭臭会和他说话 在他难过时 臭臭的眼睛就像在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他露露的男友王大陸一开始也觉得奇怪 不理解他为什么对玩偶自言自语 但是久了他也会开始觉得 他好像真的可以和臭臭对话 虽男友后来也和臭臭玩得很开心 虽然伤心但是事实无法改变 蔡卓一只好努力打起精神 好好的向臭臭告别 感谢臭臭陪了自己25年 会是自己一辈子最好的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